那咱们来讲述一个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大案 广西417特大杀人案 这案子呢 发生在1994年 这一年的4月17号 是一个星期日 这一天呢 是广西上林县白维镇的维日 可能很多北方的朋友不太清楚 维日 这是个什么日子呀 维左边土字旁 右边呢一个鱼式的鱼啊 所谓的维日啊 说白了就是赶集的日子 集市头一天开张的日子 在这个白维镇呢 有一条街叫康行街 是白维镇上粮食啊 包括一些这个牲口啊 家禽饲料的集中的交易的场所 也是白维镇的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这一天中午11点的时候啊 正是集市上最热闹的时候 有的人呢 起的晚 正好溜溜答答 过来赶集了 起的早的人呢 买完东西也还没走呢 毕竟过去啊 赶集啊 对于很多农村地区的朋友来说呢 这是难得的热闹的日子 正好买买东西玩玩 见着熟人聊聊天 康行街中段 也可以说是 这个黄金地带啊 有一个民宅 这个民宅啊 是大门紧闭 一点声响都没有 照理说 赶集的日子 你哪怕不出来摆摊 你也热闹热闹吧 所以呢 这个民宅 今天这反常的现象 就引起了周围住户的注意了 这民宅旁边有一邻居 主家呢 姓伟 这个伟某啊 就上前叫门 有人吗 有人吗 叫了很久 就是没人答应 这一下子 这维某啊 就有了不好的预感了 哎呦 是不是出事了 哎 快叫周伯过来开门吧 那这周伯又是谁呢 周伯呀 是这个民宅房主的父亲 这房主呢 也姓周 叫周家乡 这周伯也住在镇上 周伯一听 要没开门 叫门也没人应 怎么回事啊 赶紧就到了女儿家里边 用力的在那拍门 阿湘啊 阿湘啊 西妹 西妹 一看没反应 赶紧掏出来钥匙 门刚一打开 嘿 一股子血腥味扑面而来 周伯这么一看 当时是吓得魂飞魄散呢 女儿周家乡 一家四口人 都躺在血泊之中 尸体啊 都已经僵硬了 这还敢急呢 啊 人来人往的好多人呢 这一出事 大伙四散而逃 哎呦 可了不得了 也有的呢 就赶紧围过来看热闹 接到报案之后 上林县公安局的局长 主管行政的副局长 行政大队长 带领着人马 就赶到了现场了 等他们过去的时候啊 白维镇的派出所民警 已经把现场呢 就封锁起来了 现场啊 是惨不忍睹 周家乡和九岁的大女儿 钟丽娟 是倒在卧室里边 俩人胸部腹部 都有多处刀伤 法医鉴定呢 是失血性窒息死亡 其中周家乡中了七刀 胸 腹 背 包括肋部 颈部 都有伤口 几乎是刀刀致命 周家乡五岁的二女儿 钟丽丽 和三岁的小儿子 钟振林呢 躺在大厅一侧的床上 身上没有发现伤口 但是颈部 有明显的勒痕 舌尖外露 通过法医解剖发现 喉骨断裂 经过鉴定呢 是被恶警窒息死亡 就是被掐死的 根据死者为内容物消化程度 以及尸斑的分布情况 法医得出结论 四名被害人的死亡时间 已经超过十个小时 也就是 案发当天 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遇害的 狠检人员在现场啊 找到了一把 刃长二十厘米的折叠刀 还有一件血迹斑斑的 的确凉的 军绿色的上衣 在刀壩那啊 提取到了一枚斜指纹 经过鉴定 是凶手右手拇指留下来的 在卧室的房梁上 有一根啊 长度超过两米的胶皮绑带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暂时呢 并不清楚 在厨房的屋顶 发现了瓦片被揭开的窝口 所以综合这些情况 警方给出了初步判断 案件是一人所为 单人作案 凶手凌晨一点左右 从屋子后边的厨房房顶 揭开瓦片 和那个上边搭的那板格 进入屋子里边 趁被害人全家睡熟的时候 行凶杀人 卧室房梁上挂着的胶皮绑带 可能是凶手作案之后 想自杀 想在现场 我上吊吧 我一块死吧 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就放弃了自杀念头 行凶之后 凶手把凶器 还有沾满血迹的上衣 就丢在现场了 从大门出去以后呢 顺手把门就拴上了 咱们之前总说 杀人动机最常见的 为钱杀人 为情杀人 为仇杀人 对吧 种种迹象就表明了呀 这个案件很有可能是仇杀 那么谁会和这么一家子孤儿寡母 有这种深仇大恨呢 接下来最关键的侦破工作 就是调查周家乡的社会关系 你肯定是从成年人查呀 你说那五岁的小孩 三岁的小孩能有多大的仇人呢 那不可能啊 听到这儿肯定有的听友会说 周家乡的丈夫呢 是不是他丈夫杀的呀 自己灭自己的门了呀 他的丈夫啊 已经死了 生前呢 是白维镇中学的校工 喜欢赌博 债台高主欠的钱呢 海了去了 每天债主就是登门要债 两年前的时候 自己啊 就上吊自杀了 丈夫一死 各种矛盾 可就显现出来了 其中 最大的矛盾 就是房产的问题 周家乡一家住的呢 是中家的老宅 虽然是几十年的老宅了 但因为临街 并且咱们刚才也说了 这还是繁华地段的临街商铺啊 这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叫临街旺铺 是吧 被不少的生意人呢 就看上了 在这儿 做个什么买卖 这肯定没问题呀 其中盯上这处老宅的 就有周家乡 丈夫的哥哥 我不知道 应该怎么说啊 反正用我们那话说 叫打的板啊 有的地方是不是叫 大伯哥 还是叫什么 大白子 是吧 周家乡的这个大白子呢 结婚之后啊 就离开这老宅了 自己呢 也是又有了新的房子啊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呗 兄弟俩呢 还挺和睦的 相安无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啊 社会上呢 掀起了一股下海经商潮 很多人工作也不干了 经商去吧 村里的农民地也不种了 经商去吧 反正都愿意去做买卖去 周家乡住的这中家老宅呀 一夜之间可就成了买卖人的风水宝地了 周家乡的大白子呢 曾经试图说服弟弟 那就是说服周家乡的丈夫 兄弟 我不那有套新房吗 你看你这房子也老了 我用我那新房 跟你这老房换换 周家乡的丈夫也不傻呀 心里边也在那琢磨着 说的好听 谁不知道 这房子这地段啊 值老了钱了 所以呢 他肯定是不愿意 当哥哥的呀 也不好强硬的 说你这房子 我就要了啊 你必须得跟我换 那这兄弟没法处了 这事啊 也就这样了 弟弟这死了之后 这当大哥的一琢磨 我弟弟都没了 我再想要这房子啊 之前我弟弟活着的时候 很多话不方便说 现在我估计什么呀 他呢 就琢磨着弟媳妇啊 年纪不大 早晚得改嫁 自己呢 正好可以把这房子 给收回来 可是周家乡 也有自己的想法 不愿意 俩人呢 还大吵大闹过 甚至啊 这俩人都想着 上法院啊 对簿公堂 那么周家乡这大白子 会不会 萌生杀意 制造灭门残案 来方便自己 把这个老宅抢过来呢 这个假设呀 没多长时间 就被警方否定了 为什么呢 据调查 周家乡的大白子 一向是遵纪守法 虽然想要这老宅子 但肯定不至于 用杀人的方式 弟弟死了之后啊 人这大白子 对三个侄子 侄女 就跟自己孩子似的 可心疼了 经常的送钱啊 送物啊 不可能做出 这样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他呀 没有作案时间 那么 周家乡大白子的嫌疑 就被排除了 而这时候 另一个嫌疑人 又走进了警方的视线 周家乡在丈夫死了之后啊 生活的很困难 原本呢 他们收入就不多 把日子过得就紧紧巴巴 曾经他也琢磨过 我再嫁个人吧 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叫黎旭雄的人 走入了他的生活了 黎旭雄呢 跟他住同一条街 这算是街坊 比他大十岁 没结婚 不光是没结婚 还是从来就没结过婚的 在农村44岁了啊 还没结过婚 一般情况之下呀 不是因为太穷 那就是有什么病的 对吧 生理上有缺陷的 要单从长相上来说 黎旭雄在村子里边 那可以说是仪表堂堂 小伙子长得挺帅气 现在不能叫小伙子了啊 这老大哥长得挺帅气 眼睛呢不大 但是啊 挺有神 果子脸 一看就挺有阳刚之气 然而呢 这黎旭刚从小 得了一种怪病 脊椎啊 就变形了 所以后背呢 是弯弯的 弯曲的状态 这也算是一种残疾吧 身体是有缺陷 他也没读过什么书 但是黎旭刚啊 这人很聪明 很好学 心灵手巧 没上过专门的培训班 没上过什么蓝祥新东方 啊 人就无视自通自学 学会了理发 补鞋 配钥匙 修理自行车 等等手艺 甚至那个年代 红火的什么电视机啊 收音机之类的家用电器啊 人也能摆弄 力气还不小 还专门跑到佛山 学过那么两手拳脚 照理说日子应该过得 红红火火 和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的时候 很多人呢 都外出打工 这是咱们国家 第一波打工潮啊 他呢也琢磨着 我这又有手艺啊 我也不笨 我也出去打工去吧 就去了 先去了贵州 后来呢 又到了北京 可是在北京打工的时候 卷入到了一起案件里面 1987年 因为诈骗罪 被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 判刑七年 后来因为在监狱里边 有立功表现 减刑了两年 92年初的时候 就回家了 在这之后啊 黎旭雄呢 安分守己 自己开了一个理发店 同时呢 也给别人修修家电 虽然不说大富大贵吧 但小日子过的呀 也挺滋润 挺红火 黎旭雄这时候 四十出头了 这按照老家的标准 这是中年人了 跟他年龄相仿的那些大姑娘们啊 人不光都成家了 人恨不得有的 结婚早的 孙子都快出来了 可黎旭雄呢 还是一个人 他也盼望着能有个女人呢 心理上有个家 生理上是吧 他也不至于太憋屈 这时候啊 就有人充当月老啊 就把刚刚当了寡妇的周家乡 就介绍给了黎旭雄了 周家乡呢 长得也不难看 在他们那儿 在同龄人里边 绝对算是有姿色的 黎旭雄跟周家乡也不陌生 在一条街上住了这么多年 知根知底的 黎旭雄就答应了 照理说 俩人要是搭伙过日子 这也挺好 那后来他们有了 什么样的矛盾呢 为什么警方会怀疑 是黎旭雄杀害了周家乡 一家四口呢 上期节目呢 咱们说到了 周家乡的前夫去世之后啊 就有人呢 给周家乡啊 和这个黎旭雄说和 周家乡呢 故儿寡母 黎旭雄呢 一直没结婚 黎旭雄呢 是可乐意了 没事就买些吃的 买点衣服 上门看周家乡和周家乡的孩子们 一开始说实话 周家乡不是多愿意 一个呢 是黎旭雄比他岁数 大得多 再加上身上有残疾 又是刑满释放人员 名声不好 可后来心里边 这么一琢磨 自己一个弱女子 还养着三个孩子啊 这日子呀 过得太苦了 未来怎么办呢 得有个人依靠啊 黎旭雄 还是单身汉 他也没孩子 只要他能接受 我这三个孩子 我倒是也能接受吧 儿子钟镇林生日那天呢 黎旭雄就买了一个大蛋糕过来 周家乡呢 就跟黎旭雄说 你看这些日子一来 也谢谢你照顾我们 镇林过生日 你还买这么大个蛋糕 我也知道你是什么心思 我也想了 我们孤儿寡母的 也得有个依靠 但是咱俩要在一块 我就有一个条件 你得对我的三个孩子好 你得接受他们 黎旭雄一听 当时就答应了 根本就没考虑 家乡啊 你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这就是我的亲生孩子 我一定把他们 当亲生孩子看待 周家乡特别的感动 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在这之后呢 俩人虽然还没办仪式啊 没领证 但是就开始同居了 这也算是事实上的婚姻吧 这结婚之后啊 生活过的还是挺苦 毕竟他们收入也不是多高啊 挺艰难 黎旭雄呢 却感到特别的幸福 没结过婚呢 这回总算有了自己的老婆了 不费事 这家伙直接来三个孩子 可是过了不长时间呢 黎旭雄就意识到 光靠我自己这手艺 维持一家人能吃饱 这已经算是勉勉强强了 要想富起来 过好日子 几乎是不可能 再这么下去不行了 他就想出去啊 打工赚钱 1993年7月份的时候呢 黎旭雄就去到了广东佛山 卖蔬菜水果 起草贪黑的 省吃俭用的 半年之后 还真攒下来一笔钱 94年春节 兴冲冲的就回家了 把这笔血汗钱呢 就交给周家乡置办年活 满心的 想欢欢喜喜的过个大年 可没想到 自己在外边待了半年 再一回来 周家乡的态度 可明显不一样了 对黎旭雄呢 很冷淡 并且有好几回 黎旭雄啊 到他家的时候 把黎旭雄拒之门外 有点要躲着他的意思 黎旭雄一开始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他也知道啊 毕竟双方呢 没办结婚登记手续 不算合法夫妻 这一分别 也就是半年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于是啊 黎旭雄就留了一个心眼 他也在猜忌 会不会是周家乡外边有情况了呀 就悄悄的跟踪丁梢 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了 周家乡啊 还真是疑情别练了 而且这情敌 甭管从哪方面来说 都比他黎旭雄要强 俩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黎旭雄这个痛苦啊 我终于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终于找到了我心之所属 心之所爱啊 好日子没过几天 我就出去打工去 我是又流血又流汗 我就希望周家乡 跟三个孩子能过上好日子 怎么我这出去半年 回来就这样了呢 他不想这么轻易放弃 还想着最后啊 再努力一把 半年的血汗钱呢 他基本上就花光了 买了很多的玩具 衣服 好吃的 就讨好周家乡 跟周家乡的三个孩子 就求周家乡啊 家乡啊 我对你的感情 你也都知道 我就想 咱们能一块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我一辈子对你好 我发誓 咱们一起把三个孩子 抚养成人 啊 可周家乡呢 心意已决 停不进去了 旭熊啊 就这样吧 我们的关系 到此结束了 今后我不会再去找你了 你也不用再来找我了 按理说 这算是判了 黎旭熊 情感上的死刑了 一般的男的 到这一步啊 也就算了 该放手就放手 放手是我给他 最后的问候 是吧 可是 黎旭熊不甘心 好不容易活了大半辈子了 有个媳妇 我能这么放弃吗 三番五次的 就上门劝 甚至跪下 求周家乡 在那哭着求他 希望能跟周家乡 重新开始 重新一起生活 可周家乡呢 一次一次的拒绝他 并且还骂黎旭熊 黎旭熊 我之前跟你好说好道的 你怎么就不听呢 你这是什么呀 你这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来 我就报警 我告你骚扰梁家妇女 案发前一天 也就是四月十六号晚上 黎旭熊呢 又来找周家乡了 这回啊 他也下定决心了 要是得不到周家乡 我自己活着 也没意思了 来了之后 可以说是死缠烂打 周家乡实在受不了了 就把自己娘家的兄弟 就叫过来了 这一次啊 更绝情 对黎旭熊 动了手了 把黎旭熊 喷旁五六 打了一顿 娘家兄弟 还在那警告黎旭熊 说你以后 要是再过来纠缠 我们见你一回 打你一回 把你打惨 把你打死 黎旭熊呢 性格比较偏执 那么就完全有可能丧失理智 泄愤杀人 通过现场勘查 一些线索呀 也让警方高度怀疑 黎旭熊 案发之前 黎旭熊经常出入被害人家里边 对被害人家的环境是了如指掌 虽然身上稍微有点残疾 但那不算什么 手脚麻利 从那矮墙上方接瓦 进入屋子里边 这不是问题 现场提取的 沾血的军大衣啊 是黎旭熊平时穿的 在衣服袖子口啊 包括其他的位置 还找到了一些碎头发 有人就证明 说4月16号晚上 黎旭熊一直穿着这件军大衣 而现场发现的凶器 正是黎旭熊平时戴在身上防身用的 可以说呀 种种迹象都表明 黎旭熊就是杀人真凶 专案组决定 对黎旭熊啊 拘留审查 此时 离案发时间已经有14个小时了 执行任务的刑警呢 赶到了位于 康行街136号的黎家 可到了之后发现呢 黎旭熊已经跑了 并不在家 屋子里边的什么家伙事之类的 都没收拾 并且吃了一半的饭 还放在桌上呢 看得出来 这黎旭熊走的时候 是匆匆忙忙 都没过上把饭给吃完了 那么现在最紧迫的事情 就是找到黎旭熊 要摸清他逃跑的方向 这白维镇呢 地处上林县 滨阳县 莱滨县 三个县的结合部 公路是四通八达 要想着摸清黎旭熊的逃跑方向 确实有困难 那么多路呢 谁知道他往哪跑了呀 一般的在逃人员啊 一开始那个阶段 大部分都选择 投亲靠友 所以专案组 迅速调查了黎旭熊 社会关系 排出了三条路线 和十五个落脚点 除了公安民警之外 这回还惊动了 武警南宁市支队 上林县中队几十名官兵 一开始啊 甭管是公安也好 武警也好 都很有信心 因为黎旭熊本人没车呀 他也不会开车呀 那你要么是步行走啊 你要么是骑自行车啊 目前应该还是在滨阳县境内 要把他抓着 这是易如反掌 当时就把滨阳作为了重点 为什么把滨阳方向作为重点呢 因为白维镇的方言 跟这个滨阳客家话的方言 特别的接近 我原来我记得是在直播里边 在节目里边给大伙讲过 咱们国家呢 分为几大语系 过了长江 只有一个语系 叫北方语系啊 北方语系 就是甭管陕西山西 河北河南 还是山东东北 与法规律字音都是一样的 只是音调上有所不同 但是它本身是同一个语系里边的 所以大家啊 北方人 哪怕我是河北人 我听陕西人说话 我听东北人说话 都不会感觉费劲 因为咱们这是同一个语言系统 可是南方的语系很复杂 很多地方都是 这两个线就挨着 但互相语言不通 你对方说的那个方言 我这就听不懂 这个白维镇的方言 就是滨阳客家化的方言 那么黎续雄在跑的时候 肯定得跑一个说话交流 没有障碍的地方啊 并且啊 他关系最密切的亲戚都在滨阳呢 滨阳还是上林 去南宁啊 去广州啊 必经之地 如果黎续雄选择乘车逃跑 你必然得到车站 或者公路这些固定的停靠点 去搭车去 这样就容易被发现了 再加上黎续雄 不是有那个生理缺陷吗 这个特征很明显 不管你怎么伪装 你掩盖不住 再加上大家对这种 特殊的这种身形啊 一般都会印象深刻 上百名鹤枪实弹的公安民警 武警官兵 是兵分多路 每一路呢 都有经验丰富的人带队啊 如此大规模的集中行动 在上林县历史上都没有过 一开始是信心满满 可是随着时间一分分一秒秒的流逝 大家这心里边啊 是越来越纠结 这一找 找了三天 没找着 又找了十天 还是没找着 又找了半个月 依然没找到 黎续雄可能去的地方 他们都去了 应该找的地方都找了 黎续雄 就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似的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现在啊 大部队行动 已经没有意义了 半个月的时间呢 啊 别说濒阳县了 别说逃出广西省了 这要是有点钱出国都够了 那现在就别大部队行动了吧 但是417命案专案组的牌子还是得挂下去 只是没人想到这一挂呀 就是18年 这个案子的转机啊 已经是在2010年了 2010年 距离417命案案发 已经是16年04个月了 那么 在这一年 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 他们是如何找到黎续雄的 2010年8月份的时候啊 南宁市公安局的白佑明同志 调任上林县公安局担任局长 这时候距离417命案案发 已经有16年4个月的时间了 白佑明上任的第一天呢 是一个三福天 那天呢 正好是局长接待日 一位管信访的副局长就跟他说了 白佑 要不让别的局领导上去顶一顶啊 白佑明说 嗨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呀 不能坏了这个规矩 可是白佑 怎么了 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是怕我水土不服啊 白佑 有位老上防护 非常难缠 这几年呢 都快把公安局的门槛踩烂了 还去过南宁和北京呢 国务院和自治区人大 几次把他的信转过来 还发喊都办 今天他又来了 正在值班室等着呢 啊 是怎么回事呢 是他的要求过分 难以满足吗 也不是 是结不了案 十几年前的一个案子 他女儿一家四口 被歹徒杀害了 查出了嫌疑对象 可就是抓不着人 这老爷子呀 说话也呛人 我怕你听不惯 那我就更不能躲了 你安排一下 我见见老爷子 这老爷子见着白佑鸣 第一句话就说 我知道你是新来的局长 你不躲我 还算有点胆量 老人家呀 天气太热 您先喝口水 消消火 有话咱们慢慢说 咱别急 我能不急吗 小日本才打了八年 你们以前案子办了十六年 还没结果 你说我能不急吗 我今天来不想听你安慰 只想听你一句实话 这案子你们还办不办 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报仇血恨 一边的副局长赶紧在那解围 周伯呀 白局出来乍到 还不了解情况呢 您呢 也别发这么大火 不是我们不办 情况太复杂 有些事情呢 也不好说 我不听你的屁话 什么情况复杂 警力不足 装备落后 经费短缺 我耳朵都长茧子了 再复杂 十六年了 总该理出点头绪了吧 没钱 我把房子卖了 给你们凑 没人我儿子 孙子 亲戚朋友 一起上 还不行吗 副局长呢 见他越说越离谱 就想接着解释 白有名拦住他了 老人家呀 今天是我上任第一天 您头一个来找我 这算是咱俩俩有缘 我呢 也是吃五股杂粮长大的 我爹妈呀 跟您一样 都是老实八交的庄稼人 如果一定让我给您一个破案时间表 我还真没那个胆量 不过我可以对您说句实话 如果在我的任期之内 这个案子还破不了 离职之前 我到府上 负经请罪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 这老人呢 总算是安抚下来了 临走的时候 撂下一句 这才像个公安局长说的话呀 当时呢 对白又鸣的这番表态 大伙的看法也不一样 有人呢 认为他是作秀 因为这么多年了 换好几任公安局长了 都抓过这个案子 但是呢 都没有一个结果 前几任局长里边也有刑侦高手啊 几乎都是刑侦队长出身 这个白局不见得就比别人高明啊 还要大包大揽 这不惹火上身吗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呢 说这白局这新局长不给力呀 因为当天街坊现场 来了很多报社电视台的记者 这些媒体人员呢 就认为白局的话缺少力度 有一位电视台的女主持人 当面就问了 说作为一名公安局长 在做出某项承诺的时候 一般都会选择破不了此案 我不当公安局长的豪言壮语 而你仅仅承诺复兴请罪 请问白局 您是底气不足 还是有意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针对这个问题 白有明也说了 我的话不够铿锵有力 你们当记者的听起来不过瘾 我能理解 我是这么想的 干部任免是组织部门的事情 我这个公安局长当不当 不是我自己说了算的 而复经请罪 公开向被害人亲属 赔礼道歉 这是我能做 而且应该做的 我不能为了取悦视听 就说些不切实际的大话 假话 来糊弄老百姓 当天晚上呢 赵李说呀 有一个接风宴会 但是白有明谢绝了 主持召开了履新之后的 第一次党委会 会议的议题 只有一项 417命案 这一来开会 其他的民警同志们呢 都不说话了 因为这些年 关于这个案子的会议 不知道开了多少回了 每次都能找出一堆问题 提出一些举措 最后都不了了之 最早开始发言的 是党委副书记刘武成 这刘武成呢 是分管刑侦的 当年案发的时候啊 他还在一个远离县城的 乡镇派出所 当副所长呢 等他上调县公安局 已经是417命案 发生之后 第四任刑侦大队长了 刘武成呢 接任刑侦大队长 是2002年 417案件 已经发生八年了 也正是在这一年 417命案 升格为公安部都办大案 上任之后 这就碰上一个部都 刘武成呢 感觉既是挑战 也是机会 那些日子里啊 他调阅了 所有能够收集到的 有关417命案的 侦查记录 询问笔录和侦查报告 请教了历年参与办案的 所有民警 也走访了大量的 关系人和知情人 还几次率领 其他的民警同志 到广东 到河北等地调查 结果 那就是没有结果 三年之后 刘武成被任命为 局党委专职副书记 县委组织部的任命文件 下达的时候啊 刘武成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分工的时候 他主动提出 说我还是干老本孩 分管行侦 在会上 刘武成呢 就把这些年来 围绕417命案 做的大量的工作 做了一个归纳 这些事情啊 有的是他亲自做的 有的是他的前任们做的 1994年4月18号 当时的专案组 根据不久之前嫌疑人 从打工地广东 佛山回来的情况 决定派一个小组到佛山追捕 当时整个上林县公安局只有四部车 而且没有一部车能保证不会半路抛锚 局长没办法了 向县长反映情况 县长呢 亲自出面 向计生委 借了一辆丰田面包车 交车的时候啊 人家就定死了 三天为期 不管抓没抓到人都得原物奉还 因为人家也急着用车 后来局长跟人家是好话说尽了 人家才答应宽限到五天 第二天一大早 追捕小组呢 就出发了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 白维派出所所长 接到佛山一位知情人的长途电话 说发现了黎旭雄的踪迹 局长急了 因为没法跟还在途中的追捕小组联系 当时呢 大家都没有手机 有一部分特别有钱的啊 说买大额大 那是奢侈品 公安局对外联系 只能靠总机接转固定电话 除此之外 每个科室有一台无线对讲机 但是出了上林的地价 这对讲机啊 也就用不了了 前往佛山的五名追捕队员里呢 只有带队的刑侦队长 有一台传呼机 但是在路上接到传呼之后 他也没办法回电话啊 直到四月二十号早上 追捕阻才打回了第一个电话 说刚刚到达佛山 比原计划晚了半天 原因是什么呢 借的这辆车呀 也不争气 搬路上坏了 在云服修了好几个小时 司机呢 对道也不熟悉 跑了一段冤枉路 局长也顾不上批评他们了 让他们赶紧和知情人取得联系 中午的时候 追捕组打回了第二个电话 说联系上了 但知情人根本没见到嫌疑人 只是接到嫌疑人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 说是要借钱 但知道现在也没有出现 局长当时就指示追捕组 在佛山守候 并且设法通过当地电信部门 查出嫌疑人的电话 是从哪打来的 人是否到了佛山 4月21号 追捕小组 又把电话打回来报告 说人呢 没等到 电话呢 倒是查出来了 是从广西宜州市打的 时间是4月19号下午1点1刻 嫌疑人在宜州出现 这有点出乎警方的意料了 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呢 都集中在了广东 局长二话不说 又是派车派人 直奔宜州 同时通知一组继续守株带兔 防止嫌疑人杀个回马枪 当天下午到达宜州 通过电信部门了解到 嫌疑人呢 是在宜州汽车客运中心附近 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 时间过去两天了 黎旭雄不可能在那巴巴的 守两天呢 在那等死啊 但是追捕组 还是走访了电话摊的摊主 因为黎旭雄呢 有这个先天的残疾 体貌特征上呢 算是很有特点 所以电话摊主啊 对他还有印象 呃 当时他好像是从班车上下来的 样子很狼狈 慌里慌张的 打的是广东佛山的国内长途 说的像是客家话 反正我是一句也没听懂 追捕二组 迅速就和宜州警方取得联系 请求支持配合 当天晚上 宜州市公安局 出动了大批的民警和武警官兵 把关设卡 把全市的旅馆招待所 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 都进行了地毯式的清查 但是没有发现黎旭雄的踪迹 估计黎旭雄啊 仅仅是把宜州当做中转站 顶多是来这换个车的 现在应该是去别的地方了 宜州呢 铁路公路运输 在这个广西来说啊 都是很发达的 往西可以去河池贵州 往东可以到柳州桂林 北边呢 又与这个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 荣水苗族自治县的 三江洞族自治县的接壤 南边是直通来宾 移成上林 所以东西南北哪都能走 犯罪嫌疑人到底逃向哪呢 民警们呢 现在也猜不准了 了解完了相关情况之后 时任局长呢 想起来一事 排查之中啊 发现黎旭雄 1985年前后 在贵阳市的一家录像厅打过工 并且呢 与贵阳市某医院的一个医生 谭某交往的还挺亲密 这个谭某呢 和黎旭雄算是老乡 从一州到贵阳 明显要比一州到佛山更便捷 也更隐蔽 局长当机立断 连夜转到贵阳 从上林到一州 从一州到贵阳 24小时之内 这追捕二组啊 可以说是马不停笛 可还是晚了一步 4月22号上午9点 追捕民警 废了一番周折 总算找到了那位谭医生 谭医生说 你们呢 如果早到一天 说不定就能抓到人了 原来呢 这谭医生四月底 曾经回过一回老家 正好碰上417命案发生 也听到了黎旭雄潜逃的传闻 20号晚上 他从黎塘火车站 乘坐南宁到成都的火车 21号中午回到了贵阳 一到家呀 就听妻子说 昨天晚上 黎旭雄来过 听说你回老家了 也没回来 这黎旭雄啊 什么也没说 就走了 这可把谭医生吓得 于是就把前几天 老家发生的灭门惨案 告诉妻子了 这一家人都很害怕呀 生怕黎旭雄再来 战战兢兢过了一夜 没想到第二天 黎旭雄没来 家乡的警察来了 谭医生说完之后 还心有余悸呢 你们千万别说 是我提供的消息啊 那家伙 可是杀人不眨眼啊 根据谭医生提供的消息 二组呢 又找到八年前 黎旭雄打工的 录像厅老板龚某 这龚老板说 黎旭雄4月20号早上 找到他家 说在老家混不下去了 想重返贵阳找门路 这龚老板呢 发现黎旭雄 左手虎口 红肿化农 手上有伤了 就问他怎么回事 其实呢 是行凶的时候 让被害人咬伤 可黎旭雄说 是不小心擦伤的 龚老板把他 送到一个私人的诊所 进行了包扎 又送到了一家 小旅馆里边住宿 第二天一早 龚老板呢 还到旅馆里边 找黎旭雄 这旅馆却说呀 黎旭雄已经退房了 走人了 不知道去哪了 追捕组呢 请求贵阳警方配合 在全市 进行了一次大搜捕 可惜没有发现 嫌疑人的踪迹 此后16年 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出现 黎旭雄 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蒸发了 那么黎旭雄 到底去了哪了 这么多年来 为什么警方 一直没有找到黎旭雄 上期节目呢 我们说到了 案发16年之后 在2010年 上林县呢 换了一个新的公安局长 上任第一天开始 就开了一个专门的会议 就是研究417案 在这次会议上 负责刑侦的领导刘武成 也是总结了之前的经验教训 在领导的带动之下呀 大家呢 踊跃发言 到最后 大家一致同意 加大往上追逃力度 向社会公布案情 公开悬赏通缉 进一步拓宽信息情报来源 这时候大家就讨论 有没有必要设立专案组 有人认为啊 成立专案组呢 这就是个形式 过去的专案组 并没有明令撤销 但是都名存实亡了 现在再设立一个 换汤不换药 但是先上任的局长 白有明不这么看 他说形式要有 内容呢 更不能或缺 这是表明一种姿态 也体现一种责任 新成立的专案组啊 是由白有明任组长 主管刑侦的党委副书记刘武成 和刑侦大队长林长盛任副组长 情报网络开始高速运转起来 一个月之后 大量的信息汇总到了专案组 从数量上来看 就颇为可观 一共的147条 这些信息啊 波及到的地域很广 包括广东 北京 浙江 福建 贵州 重庆 云南 等17个省市 可以说是占据大半个中国 时间跨度也很大 从1994年到2010年 几乎每一年都有 涉及到的人数呢 也很多 超过了100人 但是从这些线索的质量上来看 不能让人满意 相当一部分都是听说怎样怎样 据传怎样怎样 尽管说开局不利 但是专案组的人员认为 有开始就会有结果 专案组的三位领导啊 先把147条信息线索筛掉了将近一半 留下来了80条 即便如此 如果每一条都要去具体落实的话 那么上林县公安局200名民警清朝而出 全部落实这80条 最快也得半年 在这种形势之下呢 又召开了第二次专案组全体会议 这一次啊 请来了不少特邀代表 有过去曾经参加过专案组 现在已经调往其他岗位 甚至已经退休的老刑警 还有两位啊 是分别从公安厅和市公安局 请来的刑侦专家 这次专案组会议 讨论很热烈 经过一番趣味存真之后 80条信息线索又筛掉了80% 留下来了16条 并且定下基调了 这16条线索 每一条都得安排专人落实 还得继续加大情报工作力度 扩大信息来源 这里面呢 有一条重要的线索 挨着白维镇呢 有一个秦牌箱 据村干部秦某反映啊 他的表弟维某 过去在广东打工的时候 与黎旭雄有过密切接触 2000年 维某全家 迁往广东南海市定居 2009年清明节回乡祭祖扫墓的时候 无意之中提起来 说2004年的时候 曾经在南海见到过黎旭雄 这条线索之所以被特别关注 是因为1999年6月 在逃人员上网登记 和2002年4月案件升格为 公安部督办案件的时候 在逃跑方向这一栏 填写的都是广东 时至今日 广东依然被视为主要的方向 2010年10月1号 国庆黄金周的第一天呢 林长盛呢 带领着三名刑警就赶赴广东南海 上期节目咱们不说了吗 过去办案的时候啊 条件有限 借的人计声尾的车 这回总算有自己家的车了 三陵越野车 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借车去了 随着经济发展 政府对公安的投入呢 逐年增加 公安机关的装备啊 也是水涨船高 林长盛他们这一组人马呢 是当天下午两点抵达南海市的 并且顺利的找到了韦某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就被泼了一盆凉水 韦某啊 竟然矢口否认 曾经见过黎旭雄 甚至不承认 跟表哥秦某提到过这件事 林长盛一看韦某 韦某的眼神 是左躲右闪 明显的内心很恐慌 直接就跟他摊牌了 我们的事情很多 不会因为一句没有由头的传言 千里迢迢的来找你 只想提醒你一句 第一 黎旭雄不管逃得多远 藏得多深 落网是早晚的事 第二 公民有协助公安机关的义务 知情不报 要负法律责任 韦某是左思右想 不得已 说出来实情 2004年9月中旬 具体哪一天呢 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他到南海市客运中心 坐车去广州办事 在停车场 正好碰上了黎旭雄 韦某当时大吃一惊 虽然离开家这么多年了 不过呀 家乡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还是知道的 他知道 眼前这个老乡 已经是全国通缉了逃犯了 韦某呢 胆小怕事 打算装聋作哑 黎旭雄 也认出他来了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就走过来打招呼 就问韦某 最近怎么样啊 哎呦 这可把韦某吓得呀 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敷衍几句 就想躲开 刚走几步 黎旭雄就追上来了 我的事情 想必你也清楚 冤有头 战有主 我的脾气你知道 你掂量着办吧 俩人呢 其实从小就认识 所以韦某更熟悉 黎旭雄的秉性了 自诸必较啊 啊 你要真是惹着他 那他肯定是饶不过你去啊 别看身上 说是有残疾 不过力大如牛 并且呢 还练过拳脚 这要真打起来 我是肯定 打不过他呀 韦某干脆就说 二哥 你放心吧 我不会说出去的 因为黎旭雄 在家族里边排老二 所以韦某呢 就跟他叫他二哥 说完之后 俩人就分开了 之后再也没见过面 林长盛又追问 离开客运中心之后 他去哪了呢 这我不知道 他当时没说 我也不敢问呢 你估计他会一直待在广东吗 不可能的 在珠三角打工的白维人很多 广州 佛山 深圳 东莞 中山都有 这些年他如果待在这 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的 民警问完话之后 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韦某突然追上来说 警官啊 我想起来了 当时呢 他是从一辆广西静西 到广东南海的直达快扒上下来的 这算是一个意外收获 林长盛突然想起来 十天前 他去柳州市陆寨县 劳改农场外调的时候 获得了一份1987年至1991年 黎旭雄服刑期间结识的育友名单 其中一个姓吴的刑满释放人员 正是静西县龙邦镇人 林长盛给韦某呢 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说如果之后 有任何关于黎旭雄的消息 随时打这个电话 他们上了车以后 队员就问 咱们回上林吗 不 直接去静西 离开南海的时候啊 已经是晚上八点十分了 又赶上下大雨 就这种情况之下 依然赶到了静西 在路上的时候 有一个队员呢 还有些想不通的 灵头 你觉得 黎旭雄会在静西等咱们吗 雨这么大 天这么黑 万一咱们 都得出师未接身先死 尝使英雄力满金的 另一个队员一听就急了 闭上你那乌鸦嘴 说什么不好 专说这种晦气话 不过也对 去静西啊 得从咱家门前过 要不先进家修整修整 晴天了再走 前面都耽误十来年了 也不在乎晚个一天半天的 你说是吧 灵头 你们俩这干嘛呀 眼霜黄的是吧 有完没完呢 这点苦都受不了 没出去 当然了 谁也不敢打包票 咱们这一趟到静西 能有什么收获 但事事无常 早一天晚一天 肯定不一样 咱们错过了那么多机会 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再也输不起了 他们呢 折腾了一休 到达静西县城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六点了 这一打听 离龙邦镇还有八十多公里呢 远倒是不远 但都是乡村公路 并且大雨不断 很多地方都有塌方 交通中断 县政府呢 正在组织动员紧急抢修 这一下子 把灵长盛他们也急得够呛 赶到龙邦镇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 算起来 这短短几十公里的路 走了八个多小时 比从广东南海 回广西南宁花的时间还多呢 找到龙邦派出所之后 接待他们的呢 是一位副所长 五十出头 本地人 听灵长盛说明来意之后啊 他立马就说 你们要找到吴某呢 就住在小南街青石巷 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回家之后啊 到海老师 摆摊做生意 遵纪守法 只是 你们来得太晚了 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呀 死了快两年了 搭小四轮车 去县城进货 半岛翻了车了 当场就死了 那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有倒是有 老婆孩子 女儿都出嫁了 当天晚上 在龙邦镇小南街青石巷 林长盛呢 就见到了农士 这位农士啊 就是那吴某的妻子 没想到这农士 还不是咱们中国人 是越南人 娘家呢 就在与龙邦 一山之隔的查林 年轻的时候啊 偷渡入境 打工来了 认识了比他大十岁的吴某 就成了中国媳妇了 别看是外国人啊 但是中国话 说的特别的溜啊 当然了 是他们当地的那个 广西方言说的很溜 普通话呢 也能来上两句 林长盛啊 就拿出来一张照片 是黎绪雄的 就问农士 你见没见过这个人 还特别说明 说这个人的年纪啊 跟您丈夫吴某差不多 俩人呢 都在劳改农场待过 关系特别好 黎绪雄生理上 有个明显特征 就是驼背 哎呦 光看照片 我还不敢认 你一提驼背 我想起来了 这不是熊叔吗 对对对 他叫黎绪雄 在家里啊 小辈就叫他熊叔 据这位农士回忆啊 2004年5月份的一天 这个熊叔呢 突然来到龙帮吴家 说家里遭了灾了 说家里遭了灾了 日子呀 过不下去了 想到边境呢 寻找生计 农士当时就觉得奇怪 边境上的年轻人 都一波一波的去内地呢 啊 这人怎么跑边境来了呢 五十来岁小老头 不在家抱孙子 还出来打工 犯了什么事儿了吧 他私底下呀 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丈夫了 吴某还训他呢 你别瞎想啊 别乱说话 几天之后 吴某出面 在镇上租了一间临街的门面房 黎绪雄呢 就开了一家理发店 也修钟表 也修修小家店 平时吃住啊 都在店里 农士说呀 这熊叔手艺好 人也和气 收费公道 碰上顾客手头紧的时候 还给免费 街里街坊的 哎 口碑都不错 生意呢 还挺好 后来农士啊 还跟黎绪雄开玩笑呢 说我回娘家的时候 介绍个越南妹妹给你 没想到 待了不到四个月 黎绪雄不辞而别 农士当时也挺纳闷 还问丈夫呢 吴某啊 含糊其词的说 要来就来 要走就走 自然有他的理由 走了也好 省得以后麻烦 林长盛一听 接着就问他 他离开龙邦 具体是什么时间呢 哎呦 具体哪天我可说不准 反正离中秋节 没有几天了 这农士提供的情况 和在广东的时候 唯某的说法 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可以肯定黎绪雄 是从静西去南海的 但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 黎绪雄是从哪来到龙邦的 既然已经站住脚了 为什么突然离开 离开南海之后 他又到哪去了 上期节目呢 我们提到了 林长盛带队 来到了龙邦镇 是属于静西县的 黎绪雄啊 曾经来这儿 找过他的育友吴某 但是吴某呢 前几年已经死了 但是啊 他的老婆农士 还活着呢 农士交代的情况 跟林长盛 他们之前掌握的 黎绪雄的动向 时间上是相互吻合的 但是呢 还是有几个问题 那就是 黎绪雄是从哪到的龙邦 既然站住脚了 为什么要离开 离开南海 他又去哪了 林长盛啊 着重问了农士前两个问题 这农士就说 我一点也不知道 他可能告诉过我那死鬼丈夫 但那死鬼啊 在我面前一句也没有提过 不过有一点呢 我觉得奇怪 我发现 他居然听得懂越南话 还能说几句 我怀疑他去过越南 或者是跟黎族 京族的人相处过 我问过他 他说他姓黎 是黎族人 一起跟着林长盛 他们来的 还有龙邦派出所的副所长 副所长一听 哦 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六年前呢 镇上确实来了一个 驼背的理发师傅 没有小平头 剪得很漂亮 我都去他那里过头发呢 他走得很突然 现在想起来 可能跟严达有关 04年10月份的时候啊 第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在南宁召开 国家领导人 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元首呢 都要参加 当时啊 自治区的党委和政府 高度重视 提出了要倾全区之力 办好这次盛会 严令公安机关 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那年呢 从九月上旬开始 我们静西县公安局 就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严打 这姓黎的 一定是心里有鬼 匆匆的就逃跑了 从静西回来 林长盛写了一份 一万多字的调查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 林长盛提出了一个观点 甚至可以说这个观点是颠覆性的 那就是黎旭雄的落脚点 不是广东 之前节目咱们也提了 以往那么多年呢 警方一致认定 黎旭雄肯定是到广东了 所以那么多年的侦查 也没有一个结果 林长盛给出的一个理由是 他曾专门请教过 广西民族大学的 一位研究民族语言的教授 得知东南亚一些国家呀 特别是泰国和越南 他们的语言呢 与广西的壮语 同属于汉藏语系 在读音呢 意义上啊 有不少是相通的 只是在音调上 有细微的差别 所以广西壮族人 学习泰语啊 越南语啊 这些小语种 有天然的优势 黎旭雄所在的白维镇 是上林县13个乡镇里 唯一不把壮语 作为主流语言的乡镇 但不等于 他就不会说壮话 根据调查 黎旭雄仅仅小学毕业 但咱们之前也说过 智商不低啊 语言模仿能力也很强 在北京打工不到两年 一口北京枪 说的特别地道 在佛山待了不到一年 粤语啊 几乎可以一架乱真了 这农士说他听得懂越南话 怀疑他去过越南 或者跟黎族和京族人 长期相处过 这有一定的道理 据此推断 黎旭雄在到龙邦之前 曾经长时间的 在越南与通行的地区 或者黎族京族聚居地停留过 因为某些原因吧 就到了龙邦 也是看中了龙邦地处中越边境 在语言环境方面 与原来隐蔽的地方的相同 或者是相近 黎旭雄在龙邦受到严打 这才慌不择路的跑了 到了南海 结果没料到刚一落脚 就碰上了熟人为谋 肯定会立刻离开广东 那么离开广东会选择哪呢 有八成会就地重游 继续回到他曾经长时间潜伏的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靠近中越边境 并且是黎族京族的聚居地 如果要画个范围呢 近的就是东兴 宁明 龙州 平祥 大新 静西 和纳坡等边境线 远的就是云南 海南 所以呢 要把注意力从广东转移到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区里 在调查报告后面呢 还给出了一张流程图 标明了黎旭雄作案之后 潜逃的时间路线 1994年4月17号凌晨3点 作案之后 徒步经过静西县秦牌乡就跑了 当天中午12点左右到了莱宾县 下午2点左右乘坐班车 下午4点左右到了宜城大唐镇 4月19号上午 沿323国道折向西北 下午1点左右呢 到了河池宜州市 随后在客运中心附近 用公用电话 给广东佛山的黎某打电话了 这个事啊 咱们之前节目也提过了 4月20号0点10分 在宜州火车站 乘坐从南宁开往成都的火车 当天中午12点到了贵阳 这天晚上呢 就在贵阳住的 期间呢 还到过白尾老乡 谭某的家里边 22号早上 把房子退掉之后 就不知去向 之后这10年 就不知道去哪了 直到2004年5月上旬 在广西百色市 静西县龙邦镇出现 随后呢 在吴某的帮助之下 租房开了理发店 9月中旬呢 就突然离开了 两天之后 在广东南海市客运中心出现 在这之后的六年 又是空白 这份流程图一出来 大伙听着啊 感觉还不就那么回事吗 无关紧要啊 这管什么用啊 但是 这份流程图 对日后的破案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1年 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的追逃行动 清网行动 在全国大地上啊 是广泛开展 咱们之前呢 也说过 清网行动的系列节目 咱们这起案件 离续雄案 其实呢 也可以划到 清网系列行动里面去 在清网行动之中 上林县公安局 就把追捕黎续雄 当作重中之重 8月20号啊 专案组呢 接到了一个来自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马力坡县的举报电话 这举报人呢 说自己啊 是马力镇的一个小学老师 叫陆远 在互联网上呢 看到广西公安机关发布的追逃信息 发现在逃犯黎续雄的照片啊 和他们镇上一个理发师傅 互相吻合 短眉毛 小眼睛 裹子脸 驼背 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 五十岁左右的年纪 口音无法确定 因为这个人呢 是哑巴 不能开口说话 但是呢 听得懂当地的壮语 据陆远说呀 这个人是十几年前 从外地流浪到马里坡的 因为不能开口说话 谁也弄不清她的来历 一开始呢 就是捡垃圾为生 后来呢 在街头摆摊礼发 还倒插门 跟街上一名下肢残疾的妇女结婚了 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了 这可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情报了 不仅举报地点 与灵长盛的调查报告划定的范围相契合 举报人描述的嫌疑人的各种生理特征啊 也与黎旭雄都能一一对应 最重要的是 马里坡是百色市 纳坡 静西两个县的近邻 一样是处于中越边境 而且离贵州不远 黎旭雄当年从贵阳出逃之后 完全有可能直奔云南 马里坡落脚 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吧 就去了 广西静西了 在南海 遇到老乡之后 感觉到危险之后 又回到了马里坡 这个解释似乎也很合理 当然了 也有一些疑问啊 第一个 陆远举报的嫌疑人年纪五十出头 这跟黎旭雄的实际年龄相差比较大 第二个 陆远举报的嫌疑人是哑巴 可是黎旭雄啊 没有这种缺陷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故意把自己打扮得老点 再加上风餐露宿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 也是正常的 同时呢 为了不暴露口音 装聋作哑 这也是有可能的 甭管怎么样 还是要立刻赶到马里坡 看看情况 这一次呢 是由主管刑侦的刘武成带队 2011年8月23号 刘武成带着几名民警 就来到了马里坡县 他们到的时候啊 已经是大半夜了 得了吧 先找旅店住下吧 住下之后 他跟另外一名民警 在旅店附近呢 就走了一圈 就感觉啊 是既陌生又熟悉 熟悉的呢 是大街小巷里边 很多人穿的衣服啊 跟上林县少数民族的衣服 是一样的 都差不多 而令他们感到陌生的呢 则是这儿啊 还有不少的外国人 这里的这个方言呢 跟上林的方言呢 有相通之处 虽然呢 不完全一样 但是连笔或带猜 倒是沟通起来啊 也不费劲 他们买牙刷的时候 就刻意的 跟店老板打听 才知道啊 这些行人里边 起码有三分之一 是过境做生意的 东盟国家的人 越南人居多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 国际小城 都置备全了之后 刘武成就给 举报人陆远打了电话 陆远一听 哎呦 你们还真来了 随后呢 就约定二十分钟之后 陆远会到刘武成 他们住的酒店里边 见个面 陆远呢 二十五六岁的年纪 长得挺精干的 这陆远呢 就是临线的人 两年之前师专毕业 就应聘到了 马里坡当小学老师 平时喜欢上网 就浏览过公安部 清网行动的消息 无意之中啊 就发现镇上 农贸市场附近 一条胡同里的 理发师傅 跟这个网上通缉的 重大杀人 在逃犯 黎旭雄 长得很像 这才打了 举报电话 随后 陆远还拿出手机来 就给 刘武成他们看 用手机拍摄的照片 果然呢 跟网上发布的 逃犯的照片 差不多 可刘武成呢 也不敢板上钉钉 就确定 这人一定就是 黎旭雄 因为网上发布的照片 是黎旭雄 二十年前的黑白照 人哪 有几个二十年呢 二十年的时间 足以改变太多了 可以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变成一个 满脸皱纹的中年人 一个壮壮实实的中年人 变成一个走路蹒跚的老年人 所以呢 光看两张照片 不能够确定 刘武成决定 咱们明天呢 得先现场看看人 有必要的话 可以正面接触一下 如果有几分把握 再通过当地的公安机关 查清楚他的来龙去脉 最后再决定 抓还是不抓 随后 刘武成又有点担心 因为这照片呢 拍的太正了 那就是拍的正面照 这时候 他就问陆远 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当时对方 是不是发觉了 啊 今天中午拍的 我说我是文山日报记者 想拍几张风情照片 参加摄影大赛 他没在意 刘武成这时候 心里坑腾一下子 哎呀 可能要坏事啊 这小伙子还是年轻啊 报设计者 一般用的是专业相机 哪有用手机拍风情照的 再加上 黎旭雄之前多谨慎呢 逃亡这么多年 都没抓着他 他对每一个细微的异常现象 都会很敏感 极有可能已经逃跑了 于是刘武成呢 当机立断 不能再等明天了 现在就去见人 怕陆远有顾虑 让他带到嫌疑人家门口就行 陆远说了 哎呦 他呀就每天朝九晚五的 在胡同口摆摊 我还真不知道他住哪 只能明天再说了 事已至此 着急也没用了 只好约定 明天早上八点的时候见 当天晚上 刘武成是一宿都没闭上眼 第二天一早 陆远就把刘武成他们 带到了预定的地点 那么这个理发师傅 还在不在这 会不会已经逃跑了呢 他又是不是黎旭雄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那个年轻的老师陆远 把刘武成他们呢 带到了预定的地点 可是啊 左等右等 就是没有等到这个摆摊礼发的人 陆远呢还解释呢 哎呀 那个人呢 一般上午九点 踩一辆用自行车改装的三轮车 拖着剃头用的工具到这摆摊 下午五点左右收摊回家 我看看表啊 哦 八点三十七 可能还得等一会儿 那别说了 接着等吧 等过了九点 这个剃头像 还是没出现 陆远呢 又安慰他们 没事 他肯定会来的 兴许临时被什么事给耽搁了 接着等 这一等 就过了十点 还是没来 刘武成这时候 心里坑腾一下子 坏事了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陆远呢 也急了 向旁边一个 卖冷饮的女老板就打听 女老板说呀 这个理发师傅 平时很准时 这种情况没见过呀 刘武成就问他 麻烦您能不能告诉我们 他家在哪啊 这剃头老出了什么事了 他可是个哑巴呀 其实这女老板呢 一看刘武成这架势 再看周围那几个年轻人啊 就猜出来了一个大概 刘武成干脆 把警官证就亮出来了 我们找理发师傅 调查一些情况 请您配合一下 哎呦 我早就看出这老头有问题了 哑巴呀 八成是装的 有一天一辆警车开到胡同口 他吓得脸发白 刚剃了一半的头 就扔下人家躲起来了 不好意思啊 打断一下 他家到底住在哪呢 女老板这才说 每天呢 只见这师傅啊 从雍军路踩着三轮车过来 具体住哪 还真不知道 路远这时候呢 也意识到 很可能自己昨天这是做了傻事了 啊 拿手机拍什么照片啊 赶紧将功补过 这么着吧 我带你们去雍军路 找街道办 一问就知道了 街道办的负责人 看了刘五成的警官证 说这理发师傅啊 住在东一里七十五号 还奇怪的说呢 啊 前几天呢 县公安局有人来了解过 哑巴师傅的情况 今天你们又来了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啊 得 这又是一个意外情况 当地警方看来已经介入调查了 来到东一里七十五号 发现屋子里呢 只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坐在轮椅上的妇女 刘五成一看 就猜测啊 这应该是这哑巴师傅的妻子 一问果不其然 这个女人 看见刘五成他们放声大哭 就说昨天晚上啊 丈夫回家之后 就觉得有点反常 饭也不吃 水也不喝 闷着头在那抽烟 心事重重的 半夜的时候 这哑巴呢 突然开口说话了 把他吓了一跳 结婚十来年 这是头一回开口说话呀 当时啊 他就对妻子说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孩子 满了你们这么多年 我是从广西逃出来的 我在老家杀过人 怕公安问出破绽 一直装哑巴 这几天老觉得不对头 我怀疑啊 广西的公安追到这来了 要让他们带着我 非死不可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这一走 不会再回头了 以后 孩子就随你的姓 你也没必要知道 我姓什么叫什么 就当没有我这个人 说完 什么也没带 就出了门了 走了不到两个小时 县公安局民警 就找上门来 屋里屋外 搜了一通 从这哑巴师傅家里出来 刘武成决定 马上去 马里坡县公安局 赶到之后 接待他们的呢 是一位副局长 很热情 第一句话 就给他们吃了一个定心玩 你们放心吧 人已经抓到了 正在压界回县局的路上呢 并且啊 还会声会色的 介绍了抓捕过程 说当天凌晨四点 马里坡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奉命抓捕 广西公安机关通报的 杀人再逃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发现嫌疑人呢 又跑了 追捕队伍啊 判断准确 行动迅速 在边防武警官兵的密切配合之下 在边境的一条丛林小道里 把企图越境出逃的嫌疑人抓获 这个副局长还说呢 你说怎么这么巧吧 一个小时前呢 我们刚刚给你们县公安局通报了情况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这一下子 轮到刘武成 莫名其妙了 因为二十分钟之前 他刚跟白有名局长通过电话 白局长没说这件事啊 广西地名代林字的县好几个 挨着文山州的摆设室就有田林西林和龙林 这老哥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呀 忍不住呢就问了一句 那位局领导啊 倒是也不在乎 那还用说呀 就是给你们上林打的吗 旁边的一个办公室民警立刻纠正说 局长 不对 是龙林 哦 对对对 是龙林 哎呀 你们广西的林太多了 一不留神啊 就给弄混了 哎 反正都是你们广西的 等一会儿人压回来就知道了 刘武成啊 心里边在那犯嘀咕 但愿是这粗心的老兄 打错电话了吧 可千万别是抓错人了 午饭呢 就在他们局食堂吃的 饭还没吃完呢 这人呢 直接送进看守所了 刘武成他们呢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 马里坡县的看守所 在询问室里 终于见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 可是就打了一个照面 他就下了结论 很像黎旭雄 但不是黎旭雄 特别是那张脸 要比真的黎旭雄啊 年轻不止十岁 刘武成眼睛很毒 他相信自己没看错 他就试着 用他们当地的方言 问了一句 你是白韦的黎旭雄吗 这个人呢 摇了摇头 对不起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尽管呢 舌头发硬 但是明显的 广西西北方言特色 清晰可变 再高明的人 也装不出来 况且既然已经落网了 还有什么必要隐瞒 身世啊 带队追捕的马里坡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 听了广西同行 介绍的情况之后说 这个人呢 是广西警方 网上通缉的杀人 再逃犯罪嫌疑人 但不是你们上林的黎旭雄 而是隆林的黄家 两个人在很多方面 确实有相似之处 甚至犯罪性质 作案手段和出逃时间都十分接近 你们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随后呢 副大队长还介绍了黄家的案情呢 当然了 时间关系 咱们呢 就不展开讲述了 总之 这一次云南之行空手而归 倒是刘武成他们 提前也做好心理准备了 这不是第一次了 到2011年12月份 为期200多天的 全国范围之内的 清网行动告一段落 这一年呢 上林县公安局 超额完成清网任务 但是公安部都办大案 417命案 再逃犯罪嫌疑人黎旭雄 还是如时辰大海 毫无音信 那这黎旭雄 到底去哪了呀 转机是一年之后出现的 2012年10月24号 白有明呢 接到一个电话 当时啊 他正在南宁市公安局 参加公安工作会议 按规定 手机呢 得调成震动 可一看来电显示 赶紧离开会场 来到了洗手间 对方口气很急 白局长嘛 我是阿森啊 啊 听出来了兄弟 你现在在哪呢 阿森呢 说他在南宁 昨天呢 从海南回上林 听说白有明来市局开会 就赶过来了 有情况要当面告诉白有明 阿森呢 是白有明 到上林任职之后 结交的农民朋友 长期在海南打工 这回从海南回来 急着找自己 难道是发现了 跟417命案有关的线索吗 所以白有明没有犹豫 会啊 请了假 也不急着开了 和对方约好 半个小时之后 在某个茶庄见面 白有明到了之后 刚选好座位 阿森就到了 一见面 阿森就说 白局长 我见着人了 在五指山呢 10月21号 星期天 我们公司呢 组织我们去五指山旅游观光 中午的时候啊 在饭店吃完饭之后 自由活动一个小时 我闲着没事 沿着河堤 就在酒店附近溜达 在一个菜市场的出入口 我突然看见一个驼背的人 在前边十多米的地方吧 在那走着 那身形呢 我就感觉有点熟 特别像黎旭熊 阿森呢 其实是带着任务 到海南打工的 两年的时间 足迹遍及海南的海口 三亚 穷海 文昌等城市 搜寻黎旭熊的下落 都没结果 没想到 在这遇上了 为了进一步确认呢 阿森呢 装作若无其事的 从侧面啊 就靠近了这个人 这一细观察 没错 正是失踪了十八年的灭门惨案凶手 黎旭熊 白又明听了之后 心里是这个激动了 阿森呢 你这条线索 非常的重要 你能确定 见到的就是黎旭熊吗 不会看错吗 白大哥 我可不是为了你们给的那点奖金啊 而是看在你把我当兄弟的份上 我才来找你的 你还不相信我呀 阿森呢 你多虑了 我不是不信你 毕竟那么多年没见过面了 看花眼了 也不算稀奇 而且啊 由于思想上陷入为主 也容易影响自己的判断 行了 别的什么也不说了 大哥相信你 你再想想 当时他认出你来没有 应该没有 当时呢 他正和菜贩子讨价还价 不可能注意到我 即使注意到了 也认不出来 他犯事的时候 我才多大呀 我不是没犹豫过 当时听他跟菜贩子搭话 一口离家土话 说的挺顺流 跟当地人没什么区别 我还真怀疑自己 是不是看花眼了 下午 市局会议一结束 白有名 也没过上回家看看 连夜赶回上林 马上召集专案组 通报情况 不出白有名的预料 大伙对这个消息啊 都没什么反应 因为两年以来 这样的专案会议 也不知道开了多少回了 这样的情报信息 也不知道处理多少条了 去这儿去那儿啊 全国各地都快跑遍了 有人呢 做了统计 说为四一七命案 跑的路程 加起来 可以绕地球一圈了 大家呀 是屡败屡战 屡战屡败 输的都没脾气了 甚至啊 后来周家乡的父亲周伯 也失去信心了 还托孙子呀 给白有名呢 烧了句话 说算了 你们已经尽力了 凭良心说 我不怪你们 行事在人 成事在天 也许是那生畜 命不该绝呀 我认命了 日后老天有眼 让那畜生 受到惩罚 你们要记得 到我坟头上 把这件事告诉我 尽管大多数人 都不看好 但是啊 白有名最得力的助手 刘武成和林长盛都知道 他们该站出来了 刘武成说了 阿森提供的情报 可以说是迄今为止 最有分量的信息 可信度相当的高 第一 阿森和黎旭雄 都是白维镇的人 过去就认识 这跟素媚平生的路远 凭一张二十年前的 黑白照片认人 完全不同 第二 五指山 是我们过去排查的空白点 也属于我们经过 无数次挫折之后 确定的重点排查区域 过去由于条件限制 我们在海南的情报网络 覆盖面 仅限于海口 三亚 和穷海淡州 这些重要的城市 而忽略了五指山 和穷中 这样的偏远山区 我查过资料 五指山市 位于海南岛中南部 五指山南路 是海南黎族 苗族的主要聚居地 位置偏僻险峻 黎旭雄选择在那藏身 符合我们的推测 因为过去呢 他们多次扑空 所以有人建议 先通过上级公安机关 与海南警方联系 通报情况 委托当地警方 先摸摸底 探探路 这样比较稳妥 但是这个建议 遭到了林长盛的强烈反对 他认为啊 一味求稳 而不敢冒险 会一物战机 如果按部就班 从县局到市局 到自治区公安厅 到公安部 一步一步请示 再由公安部 逐级向海南警方 发出指令 没有十天半个月 办不下来 另外一个 不容忽视的事情是 委托别人代劳 不是不行 但是啊 人办别人的事 跟办自己的事 他不一样 心气不一样 另外还得考虑 五指山虽然属于 偏远山区 但不是什么世外桃源 这么多年 严打不断 清理流动 和赞助人口的行动 年年都搞 五指山肯定不会例外 黎旭雄能够 稳稳的在那长期潜伏 说明他已经成功的 融入了当地社会 如果当地警方 面对面的核实身份 很可能打草惊蛇 功亏一篑 白有名呢 也下了决心 决定由林长盛挑选四名刑警 明天一早赶赴海南 2012年10月25号一大早 林长盛带着四名刑警 再次踏上了千里迢迢的追捕之路 这一次 黎旭雄会落入法网吗 上期节目 咱们提到了 2012年10月25号一大早 林长盛呢 带着四名刑警 又踏上了追捕之路 开车开了十个小时 傍晚的时候 来到了广东徐文县海安港 当天晚上坐轮渡跨过穷州海峡 到了海南省海口市 当时呢 路也不好走啊 折腾了一宿 一宿没睡 第二天总算是赶到了五指山市 跟大多数的县级市一样 五指山市呢 在规模呀 格局上啊 还是保留着县城的痕迹 五指山市呢 一条南圣河穿城而过 把市区分成了河南河北两大片 其中啊 党政机关呢 金融啊 水电呢 教育啊 这些部门 主要是集中在河南片 河北片呢 紧贴着五指山风景区 这是旅游开发区 阿森当时提供的信息呢 并没有那么的详细啊 只能告诉警方 遇到黎旭雄的大概方位是河边 距离酒店200米左右 菜市场 就这几个关键位置 至于具体是哪个菜市场 哪家酒店 大方向是河南还是河北 都没说明 阿森呢 也记不了那么清楚了 进入市区之后发现呢 五指山 别看面积不大 商贸流通很发达 大大小小菜市场 很多 在河南河北的大街小巷 哪哪都能见着菜市场 要从菜市场打开缺口 难度很大 这时候有一个民警就说 领队 咱们为什么不找旅游公司呢 对啊 旅游接待酒店 肯定比菜市场少 找到阿森就餐的酒店 再找菜市场 就容易了 他们呢 立刻开车 前往位于解放路南段 穷州大学西小区附近的旅游公司 可得到的消息啊 让他们泄了气了 五指山是旅游城市 旅游业是支柱产业 接待酒店呢 不比菜市场少 不过再苦再难 也得接着查 林长盛说了 哪怕有一千家酒店 咱们也得查 大不了在这过年呗 说归说 还是把这些酒店呢 筛选了一番 全市是以河北区为重点 酒店呢 是以三星级以下为重点 理由很简单 河南片区呢 集中了很多的要害部门 治安管理比较严格 河北区呢 当时开发区多 建筑工地多 人口流量大 又是离族苗族 比较集中的区域 有利于逃犯躲藏 那为什么三星级以下酒店呢 因为四星级以上的 豪华酒店呢 住的要么是富的 要么是贵的 一般的旅游观光团呢 只会安排游客 在三星级以下的 普通酒店 进餐住宿 范围是缩小了 可难度没减小 按照河边 酒店 菜市场的这个模式 追捕小组呢 分成了两个小组哟 沿着南盛河两岸 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 他们很快发现 五指山市很多的旅游接待酒店 都是沿河而建的 符合条件的不下十家 再加上有些临水的酒楼 餐馆 夜宵店 大排档 数都数不过来啊 五个警察 沿着这南盛河两岸 转了两天 到十月二十八号 还是没法确定 晚上回到住宿的地方 林长盛给白又鸣打电话 把这个情况就说明了一下 白又鸣说了 你们呢 继续按照计划进行 我再跟阿森联系 看他能不能提供 更具体的参照地标 二十九号凌晨的时候 白又鸣回电话说 阿森呢 还是回忆不起来 就餐酒店和菜市场的名字 但是提供了一条新线索 他所在的旅游团 那天参观了两个景点 先去海南民族博物馆 然后是番茅离寨 吃饭的地方呢 是从番茅离寨出来不远 临河的一家餐馆 他还说呀 从博物馆到离寨的路上 是从一幢挂镇政府牌子的 办公楼前经过的 五个人一听赶紧研究吧 从宾馆服务台 买了一份五指山市区地图 摊在床上 很快就找到了参照坐标的位置 从海南民族博物馆出来 跨过海域北路 进入河北西路往西走 从崇山镇政府门前过 拐入山庄路直达番茅离寨旅游点 番茅离寨周边就有通港大酒店和五指山旅游山庄 他们呢 这时候感到很欣慰 因为之前划定的重点区域没错 还真是在河北片 又有民警提出疑问了 领队按照阿森的说法 从酒店出来 他是沿着河堤走了两百米 在菜市场出入口发现目标 然后跟踪的 但通港大酒店和五指山旅游山庄的位置 都离南盛河比较远呢 特别是通港大酒店 距离南盛河足足有三千米呢 第一轮排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把这两家酒店都排除在外了 也是 这么着吧 明天呢 到现场实地看看再说 切记 不能说上林壮语 就不能说老家话呗 10月29号 小分队集中在河北片 实际这么一看呢 通港大酒店和五指山旅游山庄 都不符合条件 林长盛呢 就去找五指山旅游山庄的餐饮部经理打听 说帆毛离寨附近还有其他酒店吗 这经理呢 以为对方贤贵 不愿意在这消费呢 啊 那边还有几家呢 可环境和服务质量 跟我们没法比啊 我们是海南名厨掌勺 地道的穷海风味 先生 你们何必舍尽求远呢 啊 谢谢老板 我们几位啊 都是小伙计 兜里啊 确实也没多少钱 实在不好意思 按照这个经理的指点呢 他们呢 往前走了差不多五百来米吧 果然发现了一家酒楼 这酒楼的名字叫小河 规模不大 可是呢 挺整洁 挺精致 院里呢 有个小停车场 门楼上啊 挂着一块优秀旅游接待单位的牌匾 林长盛 林长盛他们注意到 这酒楼后边是一条小河 你看 人这酒楼名字起的还真对 真有个小河 小河两岸都是沿河堤而建的民居 哎呦 阿森说的会不会是这条无名小河 不是南盛河呢 林长盛啊 就派了两个民警 说沿着河堤往前走 别过桥 看能不能找到菜市场 剩下的三个呢 就进入酒楼 点上了几个小菜 跟服务员啊 就聊上了 很快就确认了消息 小河果然就是几天前 接待阿森所在的海口旅行团的酒店 服务员建林长盛 对屋子后边这小河挺感兴趣 也就临时的当个导游 介绍说这条河呀 当地人就叫小河 把南盛河呢 叫大河 他们呢 在这听着服务员的介绍 过了一会儿 那俩刑警也都回来了 其中有一个就说 沿着河堤往北走 不到三百米 真有一家小型的菜市场 已经打听清楚了 这一带啊 就这一家 别无分店 十点二十 林长盛带着四位刑警 赶到了小河菜市场布空 按照一般规律 城镇菜市场 一天里最繁忙的 有两个时段 上午九点到十一点 下午三点到下午五点 阿森发现目标买菜 是下午一点 多少有点反常 他们一直等到了下午两点 目标还是没出现 林长盛说呢 继续守着 把希望就寄托在下午这个时段了 一直等到了下午六点半 目标啊 还是没有露头 林长盛无奈之下 只能是带着人们撤退了 五个人呢 没有回到原本住宿的旅馆 而是在小河附近 另找了一个地方 当天晚上谁也睡不着觉 得了吧 干脆开个会吧 林长盛把门窗就关紧了 在茶几上放了几幅扑克牌 跟大伙呢 玩斗地主 并且一再提醒大家 小声说话 以防隔墙有耳 当然了 玩牌啊 这是个假象 伪装 大声喊的时候 就是炸 这四个二 三代一 但是 除了这大声的打牌之外 得小声的嘀咕正事 讨论的是18年来 不断遇到的一个问题 情报是不是准确 林长盛说 阿森这个人呢 肯定是没问题 情报肯定是可信的 阿森当初啊 是林长盛 介绍给白有名的 再者 阿森跟李旭雄是老乡 照理说也不会认错人 但是李旭雄会不会 是察觉出来危险 又跑了呢 毕竟从阿森发现目标 到林长盛他们 来到五指山 中间隔了 差不多一个星期 林长盛分析来分析去 还是认为不可能 他说了 李旭雄犯案的时候 44岁 18年之后 除了比过去衰老 体貌特征 不会有太大变化 而阿森呢 当时是初二的学生 还不满15岁 身体正处在发育期 18年后 变化还是很大的 所以他认出来 李旭雄 而李旭雄 认不出来他 这是情理之中的 更何况 他们是一方有心 一方无意 李旭雄今天呢 没有在菜市场现身 也许有别的原因 被惊动的可能性不大 他今天不来 明天会来 明天不来 后天会来 咱们就盯着菜市场 守株待兔 不信他能飞上天去 这时候 另外一位民警 叫邓家民说 令队 咱们又得守株待兔 也得拨草寻舌 阿森不是说 当时他是塌了 这一双拖鞋 步行来买菜的吗 说明他的住处 离菜市场不远 明天呢 咱们分头 在菜市场周边的 几条小巷小胡同里 查一查 说不定就能查到了 行 就这么办 我有一种预感呢 明天 2012年10月30号 有可能载入 我们刑侦大队的史册 10月30号一早上 追捕小组是兵分三路 身强力壮 擅长擒拿格斗的邓家民 在小河菜市场守株待兔 其他四个人呢 分成两组 以菜市场为中心 在半径500米之内走街串巷的排查 林长盛特别提醒 要特别注意理发 补鞋和修理钟表的小摊 中午11点20 林长盛接到了陈荣斌的紧急呼叫 林队 林队 发现目标 请立即向我们靠拢 林长盛问清楚陈荣斌的所在位置 就赶了过去 陈荣斌一见面就说 林队 顺着胡同 往里近100米 反光幅正盯着他呢 只见这目标人物啊 手里边拿着剃刀 给顾客在那刮脸呢 侧面一看 驼背的很明显 正面再看看吧 这一看呢 林长盛 差点就喊出来 没错 就是他 他们日思夜想惦记了18年的黎绪雄 就在眼前 尽管已经白发苍苍 还长了一些老人般了 个头也显得比过去更矮了 但是形象啊 没有走样 林长盛呢 若无其事的 从目标身边就走了过去 跟在后边的两个刑警有点纳闷 咱们灵头 是不是忌惮这人手里那把剃刀啊 这俩刑警心里还琢磨呢 我们都练过 抓这么一个老头 别说拿个剃刀了 拿把菜刀也不怕呀 可林长盛啊 就一直往前走 一直走到胡同箭头拐弯的那 林长盛才说 你们呢跟反光复一块把人给我看住了 想办法在保证不惊动目标的前提之下 用手机给他拍一张正面照 立刻传给白局 我通知邓家民从菜市场车岗 跟我去一趟派出所 二十分钟之后 林长盛还有邓家民就来到了冲山派出所 所长听明白来意之后 就叫来管片民警 管片民警说 怎么着 你们要调查 小河街男二胡同开脸八店的熊书啊 你们可以过来看看 一边说 一边熟练的打开电脑 林长盛和邓家民俩人这么一看 显示器上是一张表格 熊学人 男 1952年8月出生 汉族 未婚 本市常住户口 住本市冲山镇小河街男二胡同 84号 集贯广东省佛山市 后边呢 还有本人的免官彩色照片 还有二代身份证号码 这一下子林长盛心里有底了 不 他不叫熊学人 他的真实姓名叫黎旭熊 是18年前 在我县白围镇杀人之后 潜逃的犯罪嫌疑人 我想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儿的 又是怎么获得这里的 常住户口的 这管片民警一听 哎呦 我这也刚调过来不久 对过去的情况呢 我也不熟悉 这么着吧 请居委会的吉大妈 过来一下吧 吉大妈呀 记得可清楚了 说这熊学人呢 大概是94年底 95年初来到这儿的 当时呢 不叫五指山 叫通石 吉大妈记得 当时棚头垢面 身上穿的可破了 主着一根拐杖 沿街乞讨 居委会见他可怜 就收留他了 问他从哪来 年纪也不算大 四肢也健全 为什么讨饭呢 他说老家呀 是广东佛山 小时候得病 医治不及时 落下残疾了 四十岁了 也讨不上个老婆 三年之前家里失火 父母兄弟姐妹都死了 就他一个人活着出来了 无依无靠 干不了力气活 当地政府也安置不了 就到穷海市 来投靠一个远方亲戚 结果找半天没找着 盘缠也用光了 这才到处流浪 乞讨为生 吉大妈他们呢 当时还挺同情 就问他 愿不愿意回佛山呢 如果愿意 可以通过民政部门 给你提供方便 他却说了 我要在佛山能待下去 我就不出来受这份苦了 见这熊学人执意要留下 吉大妈他们呢 也想帮他一把 当时啊 南二胡同八十四号 有个孤寡老人 八十岁了 无儿无女 一个人过日子 靠救济生活 吉大妈他们呢 就打算安排这熊学人 去跟胡伯搭伴 互相有个照应 可能是缘分吧 这俩人呢 还真是一见如故 熊学人虽然身体有缺陷 可人勤快 又有一手好手艺 就利用临街的门面 开了个小理发店 手艺好 人也和气 收费也公道 生意呢 一直也不错 还特别孝敬这个胡伯 老人生病了 这熊学人端屎端尿 跟亲儿子似的照顾 老人呢 也很受感动 就正式认下了这个儿子了 还跑到居委会 给这干儿子呀 申报户口 后来熊学人 还被当地群众推荐为 全市十大孝心人物候选人的 04年4月份 96岁的胡伯 无疾而终 熊学人给他披麻带笑 还以义子的身份 继承了老人的房产 说到最后 吉他妈还感慨呢 哟 合着 他是阴阳脸啊 哦 他披着羊皮的狼啊 这是啊 林长盛终于明白过来了 李旭雄 能够隐藏十八年不暴露 不是他有多高明 而是利用了法律的漏洞 利用了人性的善良 这时候呢 陈荣斌打来电话 说呀 已经按照林长盛的要求 拍了照片了 通过电子邮件 传给了白局 当天下午四点半 白有名给林长盛打电话 说接到小分队 秘密拍摄的照片之后 与刘武成副书记呢 立刻赶往白围镇 请被害人的父亲 以及李旭雄过去的 两位邻居辩认 三个人都认定 照片上的男的就是李旭雄 下午四点五十 追捕分队 在海南警方的配合之下 将潜逃十八年零六个月的 杀人再逃犯罪嫌疑人 李旭雄抓获归案 戴上手铐脚铁的时候 李旭雄没有反抗 只是说了一句 十八年了 我以为能在这度过余生 没想到你们竟追到了天涯海角 真是报应啊 2014年7月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认定李旭雄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宣判之后 李旭雄提出上诉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复合之后认为 李旭雄的行为 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犯罪手段恶劣 情节恶劣 后果极其严重 应依法惩处 予以核准死刑 2015年11月4号上午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依法对被告人李旭雄 执行死刑 本期节目咱们来聊聊 重庆万州917杀人案 这起案件呢 发生在2013年9月17号晚上 虽然是晚上 可这是大夏天哪 大家也都知道 重庆是著名的火炉 那也热得人都不行了 晚上11点半左右 两条人命 在重庆万州城琵琶瓶 转眼之间就被害了 血见接口 那么这一切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案发之后啊 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 天城分局副局长 王全伟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 凶杀案的现场 到那的时候是粗汉直冒 衬衫上湿了一大片 他赶到的时候 大约是深夜11点45分 这时候刑警大队的 王怀大队长 琵琶瓶派出所所长 杨大春等 也都赶到了 一个个都喘着粗气 目睹了 这个让人有些 心惊胆战的 血淋淋的现场 在琵琶瓶 富强花园外边的 公路人行道上 一大滩血迹 赫然在目 一具光着上身 穿着短裤的 中年男人的尸体 身中树刀 鲜血四剑 横躺在人行道上 在他身边 差不多一米的地方 丢着他一只拖鞋 另一名被砍的男士呢 已经被送进医院抢救 但赶到医院的民警 传回话来了 说那个人呢 也已经死了 琵琶瓶一带呢 是三峡移民搬迁而来的 一个居民集中住宅区 富强花园 都是移民新住户 王权伟和现场的 王怀杨大春等民警 立刻现场走访 在路边的富士殿 以及围观群众之中 他们了解得到的情况啊 非常简单 这两名死者呢 有群众认识 是住在富强花园的 黄天泉和廖兴发 都是下岗职工 他俩差不多晚上 11点15分左右 就光着膀子 一副乘凉的打扮 从富强花园住宅小区 来到了公路边上 眨眼之间 从一个黑漆漆的角落里边 突然冲出来四个人 用火药枪 逼住了他们两个人 其他人呢 用刀在那 捅在那砍 还没等周围的几个市民 反应过来 这俩人呢 就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了 而凶手飞快的上了一辆车 往万安桥方向逃走了 时间很短暂 事发很突然 天色又很黑 难以辨认 目击者呢 都说不准凶手们的相貌特征 惊吓之中 大伙啊 就更是记忆模糊了 这第一步 现场调查 就没有查出什么 有效的线索 凌晨两点左右 天城公安分局政委周长泰 万州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 杨国民也赶到了现场 大家决定 马上调查死者生前的关系 有没有和他们有矛盾的人和事 决定把民警分成四个组 分头开展现场勘查 和调查走访等工作 专案组呢 就设在了琵琶瓶派出所 这一个晚上 民警们都在走访之中度过的 周长泰 杨国民 王权伟等领导呢 也深入乘凉的人群里 来到市民家里 仔细地走访 一点一点地收集情况 很快 一条矛盾线索 被民警们查访到了 死者黄天泉 廖兴发等人呢 9月12号晚上 在住宅楼底下喝酒划全 住在一单元楼上的唐某 到楼下富士店买啤酒的时候 不知道是哪个冲他嘀咕了一句 这个酒麻木 又来买酒了 酒麻木 在当地的方言里边呢 这算是一个贬义词啊 唐某听见之后 这心里就不痛快 到家里是越想越憋气 忍不住就从楼上 把一个啤酒瓶子扔了下来 把黄天泉 廖兴发等下面的人呢 吓了一大跳 这几个喝酒的人 可没完没了了 跑上楼去 找唐某扯皮 几句话没说拢 唐某呢 就打出刀来在那咆哮着 谁知道 上楼的人多 把刀抢了过来 反倒是把唐某给砍伤了 随后住进了医院治疗 那么 这次矛盾 会不会引发唐某 报复黄天泉和廖兴发呢 王全伟连夜布置民警 赶到医院控制唐某 并且呢 与他正面接触 唐某如实承认了闹矛盾的经过 但他说呀 他根本不知道 砍人杀人这回事 案发那天晚上 我一直跟别人在一块 下午六点到晚上八点 我和几个朋友 在新城路一个巷子里面 吃饭喝酒 三点钟之后 我一直在病房 和朋友在打牌 民警呢 马不停蹄的 找唐某的几个朋友 以及医院人员调查核实 唐某的确没说假话 这个线索 就又断了 王全伟和王怀等民警 忙活了一晚上 十分不甘心 可也没用了 那么其他方面的线索 又有没有什么突破呢 三十多号人的专案组 在随后十多天 昼夜不停的走访之中 排查了十多个 可能引发矛盾和凶杀的信息 一一的汇总到了专案组这 大家经过一番的分析 甄别都急于否定 而这时候 王全伟感觉到压力 越来越沉重了 党委和政府的领导 轮流到设在 琵琶瓶派出所的专案组来 听汇报 鼓舞士气 明面上没说 现期破案之类的话 但是意味着 要尽快拿下这案子 因为这是发生在移民新区 并且人所接经的一起续案 事关三峡移民心态的平衡 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 更是派兵派员 不时的询问按针进展 热线电话 把王全伟的手机都打烫了 王全伟这一整天 睡不了两个小时的觉 泡在案子里边打炫炫 眼瞅着 每到吃饭的时候 几大盆米饭一端上来 就被几十个专案组人员 风选残云似的几分钟抢光了 他这心里就犯愁 难道会有人无缘无故的 杀了这两个人吗 也许可能和这两个被害人之间 并没有矛盾呢 王全伟是个搞了二十年刑侦的老手了 他坚信一起凶杀案 不可能没来由的冒出来 只是这案子毫无头绪 下一步从何入手呢 王全伟面临第一道关口 陷入了沉思 天气依旧是闷热无比 闷得王全伟想出来一笨招 坚决的把眼光盯住黄天权和廖兴发的所有关系人 一个一个的过筛子 不信找不出一点东西 随后的侦查工作 拉开架势 铺开了一张严密大网 只要和两名死者有关的人 一个不放过 民警走访调查了近两百名群众 收集了一大堆的情况 王淮大队长的工作笔记 光记录人头的检要情况就有十多页 这种大海捞针式的侦查 终于让王全伟捞出来了几条线索 据一名群众说呀 死者黄天权和一位女士关系不正常 民警深入调查得知 这个女士的确和黄天权有勾的 而且九月十七号下午 两个人还有密切联系 这个情况让王全伟兴奋了一阵 会不会这个女人与黄天权的关系 惹恼了家人 或者这个女人还有其他的情人 因为争风吃醋而酿成血案 王全伟让民警围绕这个女人深入调查 刑警们雷厉风行 很快查明这个女人的确和黄天权有奸情 九月十七号下午两个人还约着晚上吃饭 差不多晚上九点二十左右 还到某宿舍发生了一次性关系 然后黄天权就到富强花园住宅楼下打牌 一直到案发 但是这个女人家庭关系还不错 与丈夫感情也不错 而且她丈夫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她也没有其他交往过密的男人 民警反反复复的查 最终排除了这条线索 民警在走访过程之中 还得到了一个消息 是市民陈某曾经向人说过一句话 说有人要去找黄天权廖兴发 弄两万块钱 那么这起雄杀案会不会涉及钱财纠葛呢 这条信息当然引起了王权委的高度重视 民警想方设法的去寻找陈某 几次上门可就是见不到陈某的人影 最终啊民警实在憋不住了 干脆在陈某家门外 死守死等 硬是熬了几天几夜 终于找到他了 但不管民警如何做工作 陈某就是一口咬死了 我没说过什么两万块钱的话 民警呢 只好作罢 另外一个插曲啊 是因为丢酒瓶与人闹矛盾 而受伤住院的唐某 有一个姓杨的朋友 据说这个姓杨的人 在凶杀案发生的时候去过现场 民警走访他 他显得十分的紧张 他非常的害怕 他为什么害怕呢 与案件有关吗 王权委认为 这个人是知情者或者是参与者 哎呀 他着实的高兴了一阵 令民警把他传唤到派出所盘查 这个人呢 在派出所是吓得全身发颤 脸色发青 脸都绿了 说话语无伦次 哆哆嗦嗦地说 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杀人案的事 我真什么都不知道 王权伟又怀疑了 这么胆小的人 敢去杀人 或者他知道杀人内情 他敢不说 不过 不能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民警决定 接下来围绕着他再继续深入调查 那么 这位姓杨的 是不是杀人凶手呢 上期节目呢 咱们说到了 民警啊 把一位姓杨的男士 叫到了派出所 这姓杨的呀 吓得都不行了 民警决定 围绕着他 深入调查 可是 民警经过一而再 再而三的调查 最终 还是把他排除了 就这样筛过来 滤过去 便惜甄别了 收集到的一切疑点 都被否定了 这一下子 王权伟可真急了 难道侦察走进了死胡同吗 而这时候 市民们的各种议论 也开始在街头巷尾流传了 说这回啊 公安的脑壳都大了 这案子是没戏了 就这帮公安 就会吓唬平头老百姓 干正事的时候 谁都不行 王权伟在紧张忙碌之后 气恼的说 左一脚右一脚 该用的办法都用尽了 可能这案子呀 真没有搞头了 王权伟一次次的陷入思绪的泥坑之中 他挣扎着 望着夜空发呆 他放电影似的 把侦察全过程过了一遍又一遍 思考此案的关键所在 由另一位领导杨涛主持的几次案情分析会 逐渐打开了大家的思路 王权伟在逐渐转量的清风之中啊 也重新的冷静的审视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进行了一番周密的逻辑推理 这起案件 情杀 奸杀 都已经被排除了 那么会不会是劫财杀人呢 可黄天泉 料兴发 都是下岗职工家境困难 没有什么钱财可劫呀 而且俩人光着膀子 夏天成凉的装束 也不可能带着钱财呀 指着那大裤衩子上那裤衩兜 能带多少钱呢 劫财也应该排除 那会不会是误杀呢 从尸检和现场来看呢 凶手啊 有着作案经验 并且呢 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准备 而且现场有人 听见有凶手说了一句话 就是他们两个 因此误杀也应该否定 现在最大的可能 是报复行凶 事件分析 有一点佐证是什么呢 凶手砍杀的时候 基本上是冲着死者四肢去的 并不是直接的针对要害部位 要是因为报复酿成血案 死者必然是跟人有矛盾 但深挖细查的结果是 黄天权 廖兴发平时的确没跟其他人有什么过节 唯一一次就是九月十二号 唐某 扔酒瓶子 闹纠纷 被人砍伤 而黄天权 廖兴发呢 在这其中 这个唐某是不是引发这起凶杀案的关键呢 在这道关口上 王权伟心里是忐忑不安 专案组领导啊 反复分析了英国关系 认为前期调查 虽然没有办法触及唐某 但是两名死者生前的矛盾关系 仅此唯一一处 无论怎么推敲 这个案子应该和唐某 有很深的关系 王权伟呢 也坚定了信念 从唐某身上打破缺口 闯过这一关 可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过了 这个唐某 人家有各种的证据啊 有各种的不在场证明 那该怎么办呢 针对唐某重点攻坚 王权伟下了狠心 他连续不断的 敖惊守夜 督战询问 查证 甚至亲自带人夜查路访 指挥民警 开展了更大范围的调查 王权伟和王怀 理出了与唐某关系 较为密切的 三十多个关系人 梳理出 重点十余个人 其中王文胜 黄德友 邓永川等人的名字 出现在了 王权伟的眼帘之中 这王文胜啊 与唐某曾经是战友 关系的比较密切 而黄德友和邓永川 跟这个王文胜呢 是把兄弟啊 都跟唐某认识 这几个人会不会为了帮唐某的忙 而报复 黄天权料刑罢呢 王权伟决定 寻找唐某的破绽 找出深挖细茶的突破口 结果发现了唐某的一个可疑点 唐某因为下岗 家境比较困难 这次受伤住院 本来经济上难以承担 但他一些社会上的朋友 分头给他凑了几千块钱 其中邓永川送过来两千块 邓永川与唐某虽然认识 但还没到会送这么多钱的程度啊 唐某和他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专案组呢 经过了反复的分析研究 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在调查无法推进的时候 王权伟果断再次正面接触唐某 通过斗智斗勇 想法子 让他开口 面对民警单刀直入的询问 唐某一开始说 东拉西扯始终不说实话 民警指出他的问题之后 小之厉害关系 令唐某难以躲闪 思想斗争激烈 他明白 如果不说清楚 与黄天权的矛盾 以及与邓永川等人的关系 自己就脱不了干系 他神情紧张 脸色发青 最终心理上捧不住了 开口说了一句 看人的事 绝对不是我搞的 然后交了底了 说两千块钱 是铁哥们王文胜送的 邓永川为了巴结王文胜 主动来跑腿送钱 还对唐某说了 被砍伤的事 说你啊 就安心住院 其他的甭管 这件事 我们来摆平 唐某的供述 顿时令案件的侦办工作 六案花明 几位领导不知民警 立即传唤邓永川 很快 邓永川被民警查获 自以为没事的邓永川 抵挡不住民警的审讯公事 供出了王文胜 黄德友 向国元 万小冬等人 要为唐某出气 找黄天权 辽兴发报复的事情 邓永川说了 因为他认识 黄天权 辽兴发这两个人 王文胜呢 就让他去认人 9月16号晚上 他们一起去了琵琶屏 但没找到黄天权 9月17号晚上 他在富强花园公路边上的 一个住宅里观察 王文胜等人呢 躲在路边 看见黄天权 廖兴发 俩人从住宅小区下来之后 就打电话告诉了王文胜 邓永川呢 还挺委屈的跟民警说 我又没去看人 我就帮个忙 案情真相大白了 但这时候 在兴奋之余 王权伟发现自己 又遇到一道难关 王文胜 黄德友 项国元 万小冬等人 早就不在万州了 辩访这几个人的亲戚朋友 全无踪影 谁都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这帮人早就逃之夭夭了 不抓住怎么结案呢 于是 专案组的民警啊 是四处奔波 天天不得安生 为查找黄德友 民警每天都得去他家走一趟 先后到临近的石柱县 跑了一次他亲戚家 到万州董家镇黄德友山里的老家 去了七八回 到成都折腾了一番 还到重庆 主城区 炮了几天 连续一两个月 刑警们 没日没夜的东奔西扑 硬是没摸到黄德友的边 领导们也不信这个邪了 王权伟更是咬着牙 说非要拼出个名堂出来 这一转眼呢 就到了2003年11月中旬 苦苦追寻的民警们 终于获取了一个重要情报 黄德友与向国原这俩人呢 在安徽省宿州市 王权伟令民警迅速奔向安徽 11月23号 民警在得到宿州警方的大力支持之下 由宿州民警 在宿州市某宾馆的服务总台 查询住宿登记 虽然呢 没查到黄德友向国原的名字 却发现有一个 重庆市万州区董家镇的人 用身份证登记了 民警们判断 这是黄德友用的假身份证 决定从这登记名字的两个房间下手 深夜两点 十余名宿州民警 配合四名万州民警行动 突入房间 顺利的 把睡得迷迷糊糊的黄德友向国原抓获了 随后民警挖出线索 在12月19号 在万州城周家坝 又将万小东击步 寻找王文胜啊 更废了一番周折 王权伟吆喝着民警连续五个多月里 咬住任何有关王文胜的信息 不能松手 民警们接连一两个月 每天晚上到万州新城路 王文胜的一个租住的房间外边守候着 弄得旁边一个茶馆的老板跟他们都熟了 就问他们 你们干啥呢呀 而另一处王文胜租住的落脚点啊 有一个看大门的老头 也和刑警们成了熟人了 这种持久战的战术 虽然又苦又累 但是功夫用深了 必然会有突破 坚持拼战到了2004年2月份 民警终于获得信息 王文胜 在四川省成都市 准备让他姐夫给他办一个西藏的假身份证 他姐夫呢 要到成都和他碰面 取他的照片 王权伟等领导 联盟研究方案 决定由几名民警组织一个组 开车赶赴成都 与成都警方接洽布控 由另外两名民警 跟踪王文胜的姐夫 乘大巴车赶赴成都 随时保持联系 王文胜的姐夫一上路啊 就处于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 到了成都 打了一辆出租车 就奔向了人民南路 一路上 两个组的民警一直是对话不断 二月二十号上午八点 一组在成都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配合之下 在王文胜与姐夫约定的见面地点 民山饭店外面四下布控 撒下大王 差不多八点四十分 王文胜的姐夫在民山饭店旁边下了车了 来到了马路对面的一个电话亭外边 这时候一个留着胡子戴着眼镜长头发的男人 与王文胜的姐夫碰到面了 嘀嘀咕咕的在说着什么 再看这人不像是王文胜啊 会不会是他呢 民警心里犯嘀咕 这时候见王文胜从包里拿出来相片 民警不再犹豫了 肯定是他 于是一起就扑了上去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当场就将王文胜按住了 这一伙子凶手啊 算是落了网了 王文胜向国员被一审判处死刑 2004年9月中旬 王权伟和王怀等刑警 在看守所再次提审了这伙人 王文胜一直没交代任何问题 对杀人一事拒不开口 但是铁证如山 王文胜是罪责难逃 原本就是发生了一句口角的一个小矛盾 最终呢 却发生了如此血案 这也给我们了一个警醒 当我们要冲动的时候 当我们要不理智的时候 仔细的想想 能不能承担 冲动所带来的后果